你真的要帮丛闻师兄赢折善啊 会不会太难赢了 你要赢柳公折善给李丛闻的李素啊 非礼无师非礼无听你知不知道 不许告诉别人 要是我打你 行 不说出也行 那你总得告诉我 为什么要给李丛闻吧 亭子已经定好了 春辉亭 大家都快过去吧 屋里上学 走 欧阳 汉晨呢 来了 这里是非花令的规则 这一次柳公词汇共有两重规则 一是非花令 二是做事 非花令的字是 花 大家都按良厅顺序依次作答 我们将所对的诗句写下 进行展示即可 我今天不会在这里久留 所以给你们背了一些诗句 大家可以多背一背 多想一想 以免与他人重复 好 那邢周 邢周你去哪儿 不用理他 他就那样啊 乖张得很 邢周 你怎么能拿中子言的钱袋呢 自言差异啊 我这怎么能是拿呢 我这是帮他装着 回头再给他 师童 喝茶 多谢 诸位 咱们开始吧 留恋庭 孙凯凯 燕子不归春是晚 一听烟语信花寒 好 不错 庞朝大诗人 戴书伦的苏西亭 赐花 好 小月亭 沉眼 纵然一夜风吹去 只在梧花浅水边 花卦 私人 等一下 你别去了 让柏扬去吧 博洋 快 什么 为什么 你这笨手笨脚的 别把我笔墨给毁了 就让博洋去吧 你歇会 我爹还在呢 我不去 你还是我半毒呢 你怎么能不去呢 你今天怎么这么不听话 半毒 咱俩不是兄弟吗 是兄弟啊 所以才帮我忙啊 快去快去 去啊 是 这言博洋 婆婆妈妈 这能行吗 有行周呢 放心吧 春辉亭 赵孝迁 人嫌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这小子字还是不错啊 赵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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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汉臣今天叫我来 他不是那意思啊 你做得对 我说你做得对 现在啊 朝廷的局势是一天一个样 你啊 就该像今天这样 为自己多筹谋筹谋 别人说什么的是别人的事 自己的签证 自己证 爹 你说什么呢 我跟汉臣那可是兄弟啊 你看你看你看 又犯傻了不是吗 人家是郡王 你想跟人家当兄弟 你得看看自己是什么材料 不是提了呀 这个 好了好了好了 去忙吧 去吧 听闻西边来了一位公子 自称嫩草嫩草堂主 可帮人写诗 只需一两银子 如今有不少郎君娘子 都去找他呢 这不是颜家二公子吗 什么时候跟咱们一样 干你这小私的活了 你们有所不知 这颜家二郎 本就是小郡王的伴读 人家讨得郡王也开心 人家有大前程 跟咱们呀不一样 说什么呢 不一样 嘴巴放干净点啊 小树桐 小树桐 过来 请喝茶 我不喝了 哪有郡王爷总给小厮倒茶的 怕什么呀 我之前还给赵茅为 为什么 我 你别管了 你别管了 东西给你放下了 我走了 伯阳这是怎么了 我去看看 郑芝 他 郑芝 他怎么这样 郑芝 我到底怎么了 你这不阴不阳的 今天大家一起来 最后一轮都还没做完呢 你一个人走算怎么回事啊 我不走 还让你拿我当书童使唤是吧 你说什么呢你 我还能说什么 我只不过是今天认清了形势 做个明白人罢了 话给您带到 郡王爷 清明山景您玩好 你到底什么情况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郡王爷这么看重柳公辞会 这小满想要折扇 大家不都在帮忙吗 小满想要折扇 你傻呀 小满想要折扇是给你吗 那是给李肃 怎么 想打我 朝这儿打 反正您是郡王爷 您打我我也得受了 打呀 不打 严谱怎么了 你要柳公辞善干什么 我 你觉得我很傻是不是 觉得我来柳公辞会 帮你迎折扇 你转头送给李肃 你觉得很开心是不是 不是 谢小满 你可真厉害 我堂堂俱入郡王 竟然被你耍得团团转 可以 你 谢小琴 你听我解释 别碰我 小满 你去哪儿 谁才带我来的 我必须要和他解释清楚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走了岂不很可惜啊 要不这样 我帮你去找他 一定帮你解释清楚 你 放心吧 我去了